陈锋、好人理查德的好人卡打完了 美国海军的如意算盘也烧没了 和平时代的舰船发生如此规模的火灾很难想象 尤其是二战时代美国海军的损管是海军历史上的传奇 至今美国海军舰船设计中 依然以世界上损管要求最严格著称 在二战中,美国海军突击建造航母 战争后期建造的埃塞克斯基是最成功的战士航母 在多次改装后,一直用到越南战争时代 好人理查德号是其中一艘F-35B上舰试验的一个结论就是 黄蜂级需要对甲板结构大幅度增强 才能避免甲板在高温燃气长期冲刷下造成结构软化的问题 然而,航母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进攻 好在凡事总有个单事 必须从遥远的陆基基地出动预警机 加油机和电子站飞机前来支援 不然不如从本舰出动更加直接、可控 但预警机、电子站飞机在工作时 本来就应该远离舰队 以免对方轻易推算出舰队的位置 难说在战时冲绳的加首纳基地能生存多久 但以大型民航机为基础的预警机具有足够的航程 即使需要从更远的日本本土起飞 依然在西太平洋的海空有可用的流控时间 足够支援F-35B的作战 但好人理查德号的一把大火可能把这个梦想烧没了 指挥好人理查德号的第三远针打击群司令菲利普索贝克海军少将在通报中说道 根据水兵报告 火擎从物舱底部开始 烈火蔓延到全舰 最高温度达到540摄氏度以上 舰桥受到严重损坏 纤维杆已经烧塌 部分舰体有烧穿的迹象 这一次 好人理查德的好人卡打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